大家好 欢迎来到翻转地理教室 今天的主题 一样是全球气候的分布 特色 成因 不过呢 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 部分了 也就是 温带 湿润气候的部分 温带湿润气候呢 有四种类型 第一个 来 第一个 是 温带地中海型气候 第二个 温带海洋型气候 第三 温带大陆性气候 第四 下雨型暖湿气候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气候分布的位置 几个气候分布的位置 来我们先从山来开始看 山 他是不是在大陆的 西岸 而且是在30度到 40度之间 有没有 30度到40度之间 30度到这个地中海 地区 再来 南半球 30度到40度之间 这是自立的中部 这个国家自立的中部 30度到40度 南非的西南角 还有 澳洲的西南角 地中海型气候 再来 温带海洋型气候 温带海洋型气候呢 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是在这个 40到60度之间的 大陆 西岸 西岸 40到60度之间 大陆 西岸 有没有 南半球也是 同样 非洲呢 就没有 澳洲 就在这个 纽西兰 还有塔斯 马尼亚岛这个地方 有 这个 温带海洋型气候 那 大陆性气候呢 大陆性气候 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性气候 在 北美洲 洛基山脉 以东 到 这个 大西洋 大西洋岸 这个地方 都有 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分布 大陆性质 比较 显著 离海洋 受到海洋的影响相对比较少一些 好再来 在这个 欧洲 跟亚洲 这个欧亚大陆的地方 离海洋 越远 大陆性质 越强烈 所以 这个欧洲的分布呢 从这个 欧洲中部 中欧一直到 西伯利亚一带 这边有 温带大陆性气候 来 那南半球 有没有 温带大陆性气候呢 你看 30度到40度之间 陆地的面积 相对的 非常的少 所以说 南半球并没有 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分布 再来看一下 下雨型 暖氏气候 它都分布在 这个 东南一带 大陆的东南一带 像 北美洲 东南 美国东南 好再来 南美洲 巴西 东南 南美洲 东南 非洲 南非 东南 再来 澳洲 澳洲 东南 有没有 所以 这就是 这几个气候类型的 分布 好 那如果我们要去了解 这四个气候类型 为什么 会这样子 分布的话 那我们就要从 我们之前 所学过的这些概念 基本的一些概念来看 好 接着我们来给你们看个 你们蛮熟悉的图吧 好 看到 萤幕上 有没有相当的复杂 但是复杂当中是有这个 调理的 看到右手边这个地方 来 我现在这个滑鼠指的这个地方 我们仔细看一下 0度赤道的地方 ITC率低压带 30度附近 高压带 好再来 60度附近 极圈气旋带 好 这是 就是整个 行星风气的状况 好 信风带 西风带 OK 那你要知道一个概念 这个行星风带 是会随着季节而移动的 随着季节而移动的 那在这个整个风带移动的过程当中 也会影响到这个气候的变化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几个气候还有包括上次讲到的这个热带 湿润气 都跟这个行星风带的这个季仪呢 都有密切的关系 好 除了这个风的关系之外呢 阳流当然会影响啦 所以在这张图上面 你可以看到 我的红色的部分呢就是暖流的分布 那这个蓝色蓝色的部分呢就是两流的分布 这个虚线的地方就是这个寒流的分布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地中海型气候 地中海型气候的主要的特色就是下干冬雨 为什么夏天干燥冬天会下雨 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负热带高压往北移动 所以笼罩这个地方啦 所以说 30度到40度之间在夏天的时候受到负热带高压的笼罩 所以他不容易下雨 那冬天的时候呢 冬天的时候呢 这边 30度到60度之间是吹西风 有没有这边是不是吹西风 好吹 我用别的颜色化好了 用 这个颜色 来这边 是吹西风 吹西风 30度到40度 还有40到60 基本上都会受到是 西风的影响 那我们刚刚说 这个地中海型气候冬天下雨的原因是 在冬天的时候整个风带往南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西风带也笼罩这个地方了 所以基本上30到40度 他会受到西风的影响 受到西风影响 所以会不会下雨 会下雨 那你看他是 冬天的时候吹西风 所以说 他一定是在大陆的南岸 西岸 好再来看到 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 就是这40度到60度之间 40到60度之间 所以说 他中年吹西风 而且 在课本上面一定有跟你讲说 虽然 中年吹西风 而且中年都有雨 但是哪个雨量最多 多 哪个雨量最多 秋天跟冬天的时候 雨量是最多的 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 极圈气旋带 有没有 极圈气旋带 负极地地压带 负极地地压带 那这个 这个地方 因为 冬天的时候 这个 低压 会跑到下面来吗 对不对 整个风带季 所以说 这低压 笼罩的地方 这个极圈气旋带 笼罩的这个地方 他的降雨 会特别的多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 冬天下雨 秋冬 秋冬多雨 而且多什么雨 多气旋雨 因为那边厂长会有温带气旋的这个 这个发生 OK 好再来 那5号的地方 5号的地方 5号是温带大陆性气 来 温带大陆性气 在南半球就没有 因为陆地面积太少 那北半球 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 美国 这个 洛基山脉以东 到这个大西洋岸 一带 这边有温带大陆性气 的分布 好 那 这个欧洲的话 都从东欧 到西伯利亚一带 那温带大陆性气 的 雨量的特征 基本上就是 下雨为主 冬天相对是比较干燥的 那下雨 夏天下的雨 主要是什么雨呢 对流雨 对流雨 主要是因为夏天 热对流的一个关系 下 对流雨 好 再来 下雨型暖湿气 下雨型暖湿气 那下雨型暖湿气 的分布呢 都在东南岸 那下雨型暖湿气 它又有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勒 叫做这个 中国型气 因为其实啊 下雨型暖湿气 气候特征 就是 没有明显的干净 主要的 降雨是集中在 在夏季 下雨为主 没有明显的干净 它跟中国 在中国的这个 富热带季风 跟中国的富热带季风 很像 所以说又叫中国型气 那它 分布的地方呢 都有 两个原因 形成这个下雨型暖湿气 第一个呢 你会发现 它都有暖流流金 有没有 这边墨西哥湾流 这里呢 巴西暖流 这里呢 阿古拉斯暖流 这里呢 这个东澳暖流 好再来 它都有 银 东南风 都有银 东南风 好来我风向化一下 这边啊 会有东南风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会有东南风 为什么这里会有东南风呢 因为啊 海陆性质差异了 夏天的时候海陆性质差异 高压呢 在这个大西洋 低压呢 在陆地啊 高压在海洋 低压在陆地 所以这边 在美国东南 这个地方啊 在夏天的时候会有东南风的吹拂 所以这边是迎东南风的地方 东南风加暖流 形成这个下雨型暖湿气 来这边 南半球 来 南半球 是不是东南信封 南半球东南信封 南半球东南信封 好现在这个东西比较多 比较花一点 来 这个巴西东南 我们可以把这个山脉稍微把它画一下 这里是不是安地斯山 这边有龙山山脉 这边有大风水里 所以你看 这边都是迎风坡的地方啊 迎东南信封加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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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就是下雨型暖湿气 好 这次影片就先到这里 等一下呢 我们再从 每个气候 然后做细部分解给大家看气候图 好谢谢